清代著名文學家袁梅 曾以江南貢院同考官的身份 列席陸明燕 在他辭官後 寫下了烹飪著作 隋緣時丹 更是將陸明燕 記載在了隋緣詩畫裡 或許對於袁梅而言 功名利禄 只是過眼雲煙 唯有美味 長留心肩 給我拿酒 不要 我拿酒 喝酒 您不能再喝了 你怎麼又喝這麼多酒啊 雞 是雞 是雞的香味 這是我陸明燕上 最愛的食材啊 想當年 我也是這陸明燕席中人 而且還是考官呢 知道你是考官 可是相公 你看大半夜的 我上哪兒去給你抓雞呢 老爺夫人您放心 我這就去給您做去 做那個 他最愛吃的 黃旗蒸雞啊 原梅認為雞肉是豬菜賴吃 並推為羽族之首 黃旗蒸雞的做法 是將一隻三個月大的風雞 載殺去內臟 將蔥浆墊底 適量的枸杞 紅棗 黃旗 置於雞腹中 再加入少許鹽和料酒 裝入大碗 上鍋旺火蒸三十分鐘 即可出鍋 快嚐嚐 九兄 哎 這個雞 滋味香濃 不必不膩的 雖然說得對 但唯獨 缺了一壺米酒 不如來碗奶酪 美味 且有養生 好啊 其實我們家王大廚 也算是完成了 我家相公美食家的夢想 哦 他不只想做一名美食家 還有著名詩人 暢銷書作家 旅行者 登山愛好者 他什麼都想做 你辭官之後 你竟如此 智比天高啊 作為一個美食家 原梅為我們留下了一本 隨緣食單 和這個有趣的靈魂相遇 即便只有一隻雞 也能變換出31種做法 對於曾經主辦過 陸明燕的原美而言 當一切功名利禄 都成了過眼雲煙 只有美味 會長留在心間 你說這次參加科舉考試 能不能拿狀元啊 上神五三 參加科舉答題 您狀元